一年一度一年即時客中大事要怎麼行銷 對於縣文化局來說可是大事 由於今年輪到了瓊陵下山輪值祭典區 因此新竹縣文化局特地辦了方口師漫畫彩繪 跟創意神舟彩繪兩個賽事 讓學生族群透過輕鬆有創意的活動 更了解在於文化 客家師漫畫彩繪他指 請來退校校長跟主任曹刀 將瓊陵方口師融入畫址中 會在暑假之前送到學生手中 邀請國小一到五年級的學生 一起來紙上彩繪課家師 那這次也非常榮幸的再度的邀請到的是 吳生苗退休的校長 他分別比較負責的部分是文字分鏡的部分 另外同樣也是退休主任于成瑤 于老師來幫我們繪圖 我們也希望能夠透過這樣圖文並茂 非常活潑生動的方式 漫畫繪本的方式 漫畫彩繪比賽的方式 讓大家能夠認識藝名文化客家的精神 有意願參加的學生們 可以利用暑假期間將作品完成 沒財不限 水彩蠟筆色筆都可以 完成的作品在7月31號之前交回文化局 會評選出加作七名 優選五名跟前三名 分別給予五百到三千元不等的獎金 希望能夠拉近一名祭 方孔師跟年輕族群之間的距離 也讓他們更有鮮魚感 海伯新竹林保德 陳若宜紅蔡文綺採訪報導 海伯新竹林保德 陳若宜紅蔡文綺採訪